住在City的公寓 你还限制我的水电网 大家好 我是Uno Property Management的莫妮卡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奥克兰地区的投资房 出租与管理业务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 在市中心的CBD 住公寓 有Body Culper 住公寓的这一批房产 以及入住在这里面的租客 你们要注意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 就是这些大楼是否对水电网的公司 供应的公司是有所规定的 其实这些也不是Body Culper公司来决定的 通常是在Developer 造了这个房子的Developer 完工之后 他可能会在Body Culper rules里面 会放一些霸王条款 这可能牵涉到当初的一些 对Body Culper比较方便 或者是开发上比较方便的一些 内部的他们一些交易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有一部分大楼 你是只能用一家电影公司 一家Internet公司 或者是水 那肯定一般的Body Culper都是自己 大多数不是Water 也是他们自己来管理的 有一些冷水是包在Body Culper 这个Leddy里面房东来付 是Unmeter的 是供热冷水的一些费用 而且房客也不需要付 但就要看这个公寓里面 是不是有自己的Hot Water Cinder 如果没有的话 热水的费用是需要房客来承担的 水费还是相对大家能比较理解 但是网络有的时候就会给一些租客 带来困扰 尤其是网和电 如果它是有限制说你只能用这一家公司的话 之前比如说他从其他 他现在还住在其他地方 他要搬到你这个大楼 但是他其他地方 他用了电力和网的公司 他可能是签了一个24个月 或者12个月的最低的一个合同 如果这个合同还没有到期 然后到你这里我转不过来 我只能用你这个Body Culper 规定的utility provider的话 那他确实要面临一个要交罚款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作为房东和房客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但你确实是需要问清楚 如果在招租的过程当中 作为Profit Manager和房东 如果是你自己管的房子的时候 你要把这一点要告诉房客 其实很多房客住在市中心的房客 是对网络和电力公司 他们如果是有经验的话 他们都会问你 所以你需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 谢谢大家